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各大记忆体厂商2025年以来均发出减产计划 伟光预计减产10%,三星预计减产15%,海力士预计上半年减产10%,凯霞自2024年12月开始减产 在原厂减产大背景下,记忆体市场库存去化明显 具体来看,DRAM方面,2024年下半部分原厂将传统DRAM产能转至DDR5、HBM等更高利润的产品 2025年,海外多家记忆体原厂接连宣布将停产DDR4、LPDDR4X等就制成DRAM产品 受此影响,DDR4、LPDDR4X、DDR5、NAND Flash价格自二季度起 开启轰轰烈烈的涨价潮,整个价格已经连续5个月大幅上涨 未来随着HBM产能挤占,迪加新旧制成切换影响 诸如凯霞等原厂的产能已经销售一空 DDR5、LAND Flash供应持续趋于紧张 整个记忆体市场有望迎来涨价行情的超级周期 近段时间以来,包括低阶资源在内的LAND、DRAM供应持续紧张 卸货贸易端控牌严重 渠道厂商可承受价格范围内的资源基本颗粒难密 控货涨价持续笼罩于渠道市场当中 现货市场强势拉涨、SSD和DDR4、DDR5记忆体价格 面对记忆体产品强势的市场表现 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在研报中指出 AI驱动下记忆体行业供需失衡加剧 预计将开启持续数年的超级周期 到2027年,全球记忆体市场规模有望向3000亿美元迈进 记忆体晶片行业获正迎来新一轮产业周期的起点 对于本轮行情,有机构在研报中分析 记忆体行业本轮受AI驱动,持续性可能更强 拉长时间来看,从2016年至今 记忆体行业经历了三轮周期 2016年至2019年为第一轮上行周期 其核心驱动力在于DDR4记忆体的加速渗透与技术换代 推动记忆体价格持续上涨 尽管同期手机、PC等终端装置的出货量并未显著增长 但以手机游戏为代表的高效能应用 迅速普及,显著提升了终端对记忆体频宽与容量的需求 进而带动下游厂商对DDR4记忆体的采用率快速提升 推动其在主流市场的渗透率大幅攀升 2020年至2023年周期的核心驱动力 主要来自消费电子终端需求的集中释放 2020年至2021年,受全球大流行持续影响 远居办公、在线教育等悉性工作与学习模式广泛普及 显著拉动了笔电、智慧型手机等电子装置的需求 成为记忆体晶片需求扩张的重要引擎 2024年开启的新周期核心授意AI基建带来的需求增长 对此,机构分析本轮记忆体行业的上行周期 和2016年至2019年、2020年至2023年有所不同 前两轮周期本质更多依托消费端发力 而本轮记忆体产品的需求 更多源自大型科技公司在AI时代的算力基建 持续性可能更强 面对这一轮新周期的强劲 威刚董事长陈立白日前表示 当今DRAM记忆体、耐用的快闪、固态硬碟、机械硬碟四大存储类别 全面缺货涨价 是乃其30余年记忆体业生涯中前所未见 而这背后是CSP云服务供应商大局采购的强劲需求 那么如何看待这一轮记忆体后市的表现 威刚董事长陈立白表示 看好第四季才是记忆体大多头的起点 也是记忆体严重缺货的开始 明年产业荣景可期 不少知名记忆体分析师均表示 DRAM级LAND快闪市场目前均出现缺货现象 且缺货情况较此前预测更为严峻 预计今年四季度及2026年 行业价格将进一步上涨 可以看到每一轮的记忆体周期都离不开原厂控产干预 尤其是近年以来在原厂供应干预下 现货贸易端包括LAND和DRAM在内的所有资源价格快速上涨 在上游资源日益走高且供应收紧的影响下 向对应的产品生产成本大幅走高 伺服器、手机、PC等各应用端的记忆体成品全面掀起涨价潮 据行业人士透露 现在原厂控制出货还要持续抬高价格 模组厂也很难拿到晶圆 这样一来模组厂商将会更加吸收现有的存货 四季度成品涨价就看晶圆新报价的涨幅 如此一来 在上游资源控货驱动下 市场需求不断演变 记忆体模组厂商普遍并不基于接单 而严格控制出货节奏 这将成为影响整个记忆体市场行情走向的主要因素 那么在这一现况下 记忆体模组厂正是存货为王的时刻 而2025年的全球半导体市场下半场 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晶片涨价潮 今年记忆体晶片巨头Sandisk 打响了晶片涨价浪潮的第一枪 一直涨价通告 如同第一块倒下的多米露骨牌 引发了连锁反应 晶片制造商台积电 已开始通知包括苹果在内的主要客户 有关进一步涨价事宜 韩国媒体Naver上的爆料者披露 台积电已开始向主要客户 发出低于5奈米先进制程晶片将涨价的通知 这涵盖苹果现有的A16 A17 A18 A19 M3 M4 和M5晶片 以及未来版本 此次涨价幅度预计为8%至10% 将于明年实施 10月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 苹果明年用于新款iPhone的A20晶片成本将大幅上涨 据悉 这颗A20晶片或将成为首款广泛应用于2奈米制程的晶片 将在iPhone18系列中首发 并为后续M6系列晶片奠定基础 苹果过去三代A系列晶片均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 而2奈米升级预计将带来效能与能效的进一步提升 台积电据称已告知客户 包括苹果在内 2奈米晶片定价将比3奈米高至少50% 主要原因在于新制程节点需要极高的资本支出 且当前良率刚刚达到理想水平 无任何折扣策略 行业早前调查显示 A18晶片的成本约为45美元 整机硬体物料成本为416美元 零售价799美元 这意味着晶片约占物料成本的10% 占零售价的5%至6% 其中不含物流和开发成本 如组件成本传闻属实 苹果或将2奈米晶片 仅应用于2026年的部分iPhone机型 如iPhone 18 Pro和iPhone 18 Pro Max 苹果分析师顾名机去年9月曾警告 由于成本因素 iPhone 18系列并非全部机型都将采用2奈米处理器 报道还指出 供应商预计2奈米旗舰手机晶片批量生产后 单价将达到约280美元 这将成为iPhone最昂贵的组件 对苹果利润率造成重大压力 除非最终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